它是要配什麼東西還是 菁茶啊 這個甜點 小時候真的吃不到 那是很像吃 所以那是高級的才可以 去日本但回來早上分野給大家吃 沒有 那個可能是日本他要幹什麼 要什麼給好兄弟吃的還是幹嘛的 就是應該有一個目的用途 或者是有一個傳說來源啊 就是有一個故事嘛 就說什麼 有人不小心把什麼東西打翻 就做出了羊羹之類的 不然怎麼會有這個神奇的食物出現 啊我們都不知道它怎麼生出來 我們就這樣直接吃 只有一隻調皮的老鼠爬上燈台 把它踢下來之後 哇變成羊羹啊 所以它其實是蠟燭打翻做成的啊 好像耶 哇 原來你在吃蠟燭能夠不好吃 它就是蠟燭加糖啊 什麼羊羹就是蠟燭糖 蠟燭蛋